正式开打 陈时中也宣布会带头接种 而被专家点名的苏贞昌 万坚则是透过政院表示 在专家引导下也愿意带头开打 此外会议中还有谈到 认为AZ疫苗跟引发血栓没有关系 但是专家还是决定 要在疫苗上加住血栓的警语 也警告在服用避孕药 以及在接受荷尔蒙治疗的人 都得暂缓施打 绿色保冷箱直送医院 确认疫苗批号数量无误 拆开包装检查 接着放进涉事五度冰箱 专家会议最终结果终于出炉 宣布下周一就能开打 我们宣布做疫苗 于3月22日开打 那中间里面有专家建议 就是行政院长或者是我 是不是能够带头来打 行政院长苏贞昌 以及卫福部长陈时中 有望带头施打 虽然AZ疫苗欧洲十国 已经恢复接种 但血栓案例层出不穷 引发争议 没有证据显示说 打了疫苗以后 会增加血栓的发生率 他所通报的血栓的那些个案 可能就是跟疫苗没有关系 为了保险起见 专家会议当中 也决定将在疫苗上 加注血栓警语 建议正在使用避孕药 或者荷尔蒙治疗的族群 暂缓接种 19号上午全台 57家专则医院临时接获通知 AZ疫苗配送到月 台北市9家医院分得5800剂 新北市也有4家医院 其中以亚东医院 1900剂最多 新光医院还为此开设了 专门门诊 从人员身份资格确认 打完之后 在休息区休息30分钟 做一条龙规划 同单位才分批接种 不过打完11.7万剂疫苗 下一批疫苗在哪完全没把握 讽刺的是为了呼住南美洲唯一的邦交国 我外交部出钱出力 让巴拉圭取得200万剂疫苗 却不见外交部在这场疫苗大战当中 为台湾民众劳心劳力 他们只是付钱吧 付钱然后让他们自己去 去寻找磋商 那如果有借我的管道 也介绍给他们 疫苗即将开打 指挥中心做好准备 接种会引发什么样的后续效应 还有待观察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